來做一些簡單小問題 這常常有這樣的題目 看到閃電5秒聽到雷聲 表示閃電發生處你裡多遠 假設聲速340 有人不告訴你聲速340 告訴你我氣溫15度 你要自己算 OK 因為光速非常快 就等於立刻到 馬上到 所以中間的時間差 就是因為距離所產生的 因為光是立刻到達的 馬上到達的 所以可以不用管 請問你離多遠 會有這個時間差 就是因為距離 因為聲音要跑這一段 要花這個時間 所以會有這個時間差 所以會離我有多遠 停車站借問 現在該換誰 該換一個可愛的小女生 14 沒有14 沒有14 該換小女生 沒有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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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3 永天 她超高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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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妖艷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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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 你做 答案叫做 因为要等于立刻到 所以就表示声音要花五秒钟 所以算算叫1700 1700 OK 好来问你 康轩立体 这是来测所谓的水中声速 距离14公里 有一口钟 敲的时候就立刻点火 所以光等于立刻到 经过10秒钟才听到水传过来的声音 所以就表示声速有多快 有多快啊 跟刚才差不多 刚才是知道声速 问距离嘛 现在呢 是知道距离呢 问速度嘛 位置数不一样而已啊 大帅哥 五哦 五大帅哥 大帅哥叫做 怎么又要抽男生抽女生 要抽女生抽男生 二九 二九 刚才是 有速度 有时间 问距离 现在是 有距离 有时间 问速度 就是 要跑这么远 要花这么多时间嘛 那个 那个火焰的 那个光的 是立刻到 就不用管他了啊 就等于是把 没有差 这个没有什么时间差的问题啊 是你后面要再跑过来才有时间差的问题啊 大多多少啦 放弃哦 阿里阿道 你才一点四哦 每秒一点四公尺 谁有这么慢吗 请坐 你少了三个零 你少了三个零 光速极快嘛 所以等于瞬间到达 所以不要管光的时间 就等于是 就等于是 你的声音要走这么远 要花这么久嘛 那很简单啊 速度就是距离除以时间啊 距离是 一点四乘以十的四次方公尺 你会吗 十四公里嘛 因为你是一千啊 十四就是要多一个零啊 所以一点四乘以十的四次方公尺嘛 公尺嘛 再花十秒钟就除嘛 所以呢 每秒 一点四乘以十的三次方公尺 就很简单嘛 跟刚才基本上一样嘛 下文有没有问题吗 没有